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看到了和谈的一个曙光呢 当然了 要和谈的话 大家都必须要放下一步 所以这个金正恩大将军也提出了一点条件出来 希望这个不要再军演 当然他就可以了 不用再做核子试验 破坏和平的一个关系 但为什么好像没有这么容易的是 美国人又再不高兴了呢 先介绍来宾来告诉大家 大国之间 这些国与国之间 每一步都是充满了心机和算计 首先介绍资深的媒体员王瑞德 雄伟好 大家好 资深的媒体员胡孝成 大家好 国际行政专家赖岳谦 雄伟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一路学学者邱简一 大家好 还有媒体公众者康仁俊 雄伟好 大家好 好 整个南韩的总统呢 普务警惠都已经说了 他愿意无条件地呢 跟金正恩会面 那金正恩这边呢 也就先提出一个条件 那你们至少也给3vice一下 你们不要再军演了 那我也不合时报 这样不好吗 来看这个报道 从去年年底开始 因为索尼影业的口笑片 名嘴出任务 北朝鲜与美国关系极强 美国总统欧巴马不但力挺电影上映 还对北朝鲜祭出经济制裁 平壤8号再度对美国开骂 说要给美国最严厉的颜色悄悄 南韩特种部队的阿兵哥 8号在江源道平昌郡 举行雪地极限军演 南韩国防部表示 这军演是为了将人在寒冬的体能推到极限 并训练阿兵哥的侦察巡防能力 北朝鲜在新闻中批评南韩停美国 所作所为对两韩关系没有帮助 好 所以南北韩加一个美国 现在到底是在打什么样的一个算盘呢 感觉上一下好 一下又骂 一下呢提条件 一下呢要接受又不接受 真的是看不太懂耶 赖教授 复杂的不得了 很复杂 而且充满了算计 真的是充满算计 真的是充满了算计 就不能够干脆一点都已经弄那么久了 就好好的谈嘛 都不行啊 外交比较难一点 不能这样子 尤其是有一个国家 例如说美国希望维持这个朝行半岛 一种半紧张的状态 哎呦 他不是真的要和平啊 如果真的和平的话 美国的就很难在韩国驻军了 哎呦 所以他就可能要撤掉就对啊 对 金大宗那时候的阳光法案 两韩之间不是已经谈到非常好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韩国的内部开始有要求说 美国应该要撤出了吧 对啊 本来就不打仗了 你在这边干嘛 对 结果第二年的时候就发生了 南北韩的海军对打 再过两年不是就发生了 这个韩国的海军被一个鱼雷击沉吗 好 你就可以知道说 哦 怎么会都那么巧合那么突然 都要好的时候就有这种事情爆出来 就有这种事情发生 那事情是今年元旦没有几天哦 元旦的时候这个金正恩他就说 这个我们两韩之间啊 韩国 朝鲜跟韩国之间的 最高的政治领导人 没有理由不见面嘛 对啊 哎呦 真的 我们那时候也讨论过嘛 对啊 他说应该要排除万难 对不对 但是有个条件 就是不要军演 其实这样也合理啊 因为他也是有拿交换的嘛 你就是说我就不核子实验了嘛 是的 普京会马上给他回应了 说这个还不需要到我们两个见面 局处长级就好了 而且呢 先从这个离善家属 因为马上要过年了嘛 农历年马上要到了 韩国跟我们一样都过农历年 所以南韩是要一步一步来就对 对 那他说一步一步来 然后呢 这个不要谈条件 所以军演还是要演习 然后呢 离善家属先谈 好 这个时候金正恩不讲话了 不讲话了 隔了一段时间以后 突然间他就说啦 如果你美国停止军演 跟韩国停止军演 我就把这个核子的释报停掉 好 这就正式提出条件了嘛 对 那他等于是朝鲜说 我现在不跟你南韩谈了 我跟你美国人谈 朴槿惠这个时候 普京会就变成孤立在那个地方 他先前的回应就是等于不理了就对了 不理不理普京会了 普京会自己再主动讲话 那为什么那个时候才隔不到 才一个礼拜多嘛 才一个礼拜多 这些时间可以变化这么大 普京会马上又说了 他说 这样子好了 我们两韩之间应该要对话嘛 然后呢我们还是不要有条件嘛 那你差这么多啊 两韩之间要对话 不要有条件 然后先从黎善家属讲 但是呢金正恩不回应 还是对着美国人讲说 你们刚刚马上要举行 因为14号马上要举行 美韩的海军的军事演习 接着下个月就是关键阶段 关键阶段以后就耀英演习嘛 就去年的等于又来了嘛 因为他是年度的演习 所以又要来了 这个时候金正恩就讲了 如果你美国人不跟韩国人演习的话 那我核子释报就停掉 哇这个时候美国人一听 你这个家伙给我穿小鞋啊 哎呦就是说我还要看你的这个题的要求就是了 因为他金正恩这样做的意思也就是说 你恐吓我啊 我今天会核子释报 就是因为你演习 对啊 没错啊 所以你如果要演习 我就要核子释报 如果你不演习 我就不要核子释报 那就大家都不要 就不要有这种军事的冲突 不好吗 对啊 那本来就是 那美国人就说好吧 那这样好不好 那我们我就暂停演习 你也先不要核子释报 然后你让我去检查好不好 但是美国人他不会这么讲嘛 因为他 讲不能讲出来 有没有这么累啊 一定要绕这么大圈圈就对了 对美国人来讲的话 你等于是在国际间告诉全世界说 你今天之所以核子释报 就是因为我美国 要在这个地方实施军事演习的关系 那大家都会认为说 对啊 你美国人只要不演习 金正恩不是就不会核子释报吗 那不是大家很好看啊 这不是最单纯的想法吗 可是对美国人来讲的话 我已经把你金正恩逼到死角了 你根本没路走了 因为你不要忘了 前几天这个朝鲜不是有一些官兵 有一些士兵逃离 然后跑到这个中国大陆那边去 枪杀了好几个人 抢粮食吃吗 其实这表示什么 表示在朝鲜来说 他们的饥荒已经到很严重了 他们士兵 因为朝鲜是先军政治 先军政治的士兵都没有饭吃 吃不饱了 你想想看他们是已经逼到死角了 好 对美国人来讲 逼到死角的 绝对不可能让你有活路 这么狠啊 所以一定要把你再压下去 所以就代表说这个演习还是举行定了就对了 举行定了 而且关键局段也会举行 要议也会举行 因为美国人就告诉你说 你不要暗中恐吓我 我不接受你恐吓 那很明显就知道 他还是要维持朝鲜半岛的部分的紧张状态 国际情势真的是这么复杂 但我们讲说啊 你口头上都提出了一些呢 看到和平的曙光跟机会要会谈呢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要谈吗 还是像木特洛伊木马屠城一样不怀好心呢 南韩的媒体就有一个报道讲说啊 在讲说呢 不排除会面的同时 金正恩大将军 其实早就拟定好了 所谓七天就可以把南韩给灭掉的一个快打计划 南韩真的这么弱吗 对这个 刚刚赖教授讲到 就是北韩北朝鲜呢 他的领导人金正恩 不是在今年过年的元旦的时候呢 他住持讲的很好听啊 愿意恢复跟南韩的这个总统普景会呢 继续会面嘛 两国领导人继续会面这样子等等啊 那突然间又撕毁 为什么呢 我个人认为跟一部电影有关系 就是跟那个电影 就是名嘴出人物的电影的麦座有关系 麦座啊 那一开始啊 在去年底的时候呢 他威胁他恐吓 对不对啊 本来是屈服了 后来索尼呢 在美国人排山倒海而来 朝野各界社会舆论 联益明星这样子 大家这个压力之下 终于不是开始这个上演了吗 上演了 因为这个戏院有限了 本来以为说啊 卖座不会太好 结果截至上个礼拜为止呢 单单网路付贵下载的金额 超过3000多万美元 哎呦 那还不包括另外三四千万美元的 这个戏院的收入 反而没上演也不亏啊 6000多万美元 你知道吗 连金球奖的颁奖 都拿这个东西来亏啊 说要不是因为这个北韩的朝鲜 北韩的领导人这样子啊 这样做的结果呢 我还真不想承认他是一部啊 很重要的骗子 你知道吗 还拿来亏就对了 那么事实上呢这个金正恩呢 他其实惯用两面手法 就是呢 萝卜跟棒子的那个问题 就对了 一开始给你好处 然后再来就跟你翻脸 他通常这两三年以来 他执政以来都是用这种手法 先跟你讲很好听的 我要跟你们谈 跟南韩谈 南韩这个等于说不跟我谈 我就跟美国人谈 用这种方式 然后再恐吓一下 那么你美国人 如果呢你不愿意停止 跟南韩之间的军事演习 那我就何止施暴 他用这个来威胁 那老美你要知道 套一句笑诚兄堂讲的话 这是他讲的 美国人坏透了嘛 这大家都知道 老美人啊管你这个事情啊 真的不管 不可能屈服的嘛 那这时候他又恼羞成怒了 金正恩大将军呢 恼羞成怒又怎么办呢 他就扬言要做好准备 有点像那个什么 一年准备两年什么样 三年反攻大陆 类似那样子 类似这样韩口号 本来是在2013年 就跟做好准备 后来因为来不及 所以2014年去年要做好准备 今年2015年要做好 统一韩国的准备 统一韩国怎么统一呢 就徽军南下韩国 南韩就对了 然后呢 而且呢七天内要攻打下来 七天就把他给灭了 七天就攻打下来 这么有效率 他这个是有他的这个计划的 为什么呢 其实啊北韩的特种部队呢 目前在全世界是等于说 数量最多的 他有十几万的特种部队 那么他之前不是在两韩对峙的时候呢 透过北纬38度线 挖了一大堆地道嘛 对不对 那最大的地道 以前甚至于坦克车都可以开进来 你知道吗 所以呢他们的理想的想法是说 我的十几万的特种部队呢 一序之间全部出动就 就跑过去你的这个北纬38度啦 然后呢 为什么七天之内拿下来 因为美军虽然现在在 南韩的境内呢有部署一些 包括他的军队啦 飞机啦 船舰等等啦 如果能够迅速 闪电站帮你拿下来的话呢 那你美军 你从太平洋啦 从哪里来增援过来 你会来不及嘛 他的理想状况是这个样子 但是他也知道 那个理想归理想 事实上 现在连军事的能力 都不一定能够赢过人家南韩嘛 对不对 而且人家早就知道 你要这样干了嘛 所以呢 那怎么办呢 好 他自己有个诞书啊 万一七天拿不下来 没面子怎么办 没面子怎么办 给缓冲期 一倍的缓冲期 15天之内一定要拿下来 变15天 15天一定要拿下来 所以呢 他事实上是有这样的一个威胁跟扬言 那但是问题是啊 南韩在2014年的这个国皇白鼻书里面 特别啊 两边的军力自己对比了以后呢 特别点出来一个北韩北朝鲜在北部地区 跟中国交界有新成立的一个十二军团 这十二军团很奇怪 因为他是这个等于说啊 这个机械化部队一个铝 跟一个整个3D的这个机械化的也是步兵铝 那这些部队放在那个地方干什么 事实上过去啊 中国跟北韩两个人不是隔两好一对宝吗 对不对 可是近几年来 因为这个金正恩老是不听话 老是搞了一些搞通搞心的 所以也比较紧张就对了 搞了这个老大哥 中国也不太高兴 所以呢 他为了以防万一 竟然把这个重要的部队呢 新增加的部队放在 那个朝鲜跟中国的这个边界里面 以防万一 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 金正恩他的个性呢 这个忽软 忽硬 然后漂浮捉摸不定 现在跟你讲好的 可能明天就撕毁 所以老美还是坚持用他的所谓的实力主义 我的拳头比你更大力 对吧 那我就不用任你宰割 就是不屈服就对 那大家就要感叹说 想要一个和平 真的这么困难吗 这样的一个问题 你现在去问到法国人的话 恐怕也是找不到答案 为什么 因为就在周末假日的时候呢 法国是破纪录了 超过三百万的民众上街头 就是去抗议呢 这个呢 伊斯兰国的这种恐怖主义 在这边呢 所做的一些恐怖攻击的一个行动 而且全世界各地呢 也响应了许多的一个声援 这样的情况赖教授来看看 当然是要来分析一下 是不是会担心以后的冲突反而两边 西方国家跟伊斯兰的恐怖主义 会激化吗 还是会变好呢 我个人认为对恐怖主义这个部分里面 我们看起来这个欧洲欧美 特别是欧洲 团结了嘛 他们一个大团结 这次有44个国家的元首 他马上去耶 对 他有政要 全部去你看 排一排啊 对 其实在这里面 最不够意思的是美国人 真的耶 坦白说真的最不够意思是美国人 为什么这么不够意思啊 因为你看 真正的始作俑者其实是美国嘛 因为美国去攻打伊斯兰国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要求他的盟国要支持 所以在攻打的时候 我们看到伊斯兰国开始在 他所影响力的地方 开始在造成恐怖主义的炸弹嘛 澳洲也被打了 加拿大也被打了 对不对 比利斯也被打了 然后现在是轮到法国了 怎么欧巴马没有在这边啊 欧巴马非但没去 他最少要不就派他的副总统拜登去 对啊 大家都是总统去了 没科尔都去了 你要不就是最低的程度拜克里 国务卿也要去了 国务卿结果都没有 他派谁呢 派他的司法部部长 派一个部长去啊 对 而且是司法部 而且呢也不跟人家一起游行 走那500公尺 这么不给面子啊 对 但是人家俄国的外交部部长都去了 而且你看 以色列哦 以色列的总理 还有巴勒斯坦的主席阿巴斯 这是两个敌对的啊 这个代表穆斯林 这个代表犹代教 对不对 好 你看他们也都去了 那你从这个角度你就可以发现就是说 第一个他们要告诉欧洲人说 这个不是种族的仇恨 也不要是宗教的仇恨 也不要是宗派的仇恨 所以跟穆斯林没有关系 是跟恐怖主义有关系 那因此呢这一些国家 他们所有的人走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说 在巴黎有100多万人 有人估计可能到150万人 然后波尔多也有 里昂也有 而且马赛 整个大城市都有 可是在同一天 在英国也有走到街头的 在柏林也有非常多人走上街头 我们就看到说欧洲人他们站在一起 但是呢 他们一直很小心地处理一件事 是因为欧洲的国家 目前都有一堆极右的人士 这些极右派的政党 他们在推动反移民运动 反移民运动就是要告诉你说 你不是我们这个地方的人 就给我赶出去 这种一模运动 事实上就造成 穆斯林跟他们当地人 彼此之间的冲突跟仇恨 而且不要忘了 这几个犯案的人 他是土生土长的法国人 所以对于欧洲人来讲 欧洲的这种 伊斯兰国跟盖达组织的 这个恐怖主义的活动 已经本土化了 现在发生在法国只是一个起点 一般估计接着可能会在罗马 而且英国的伦敦 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所以其他国家 这些包括这些元首所统治的国家 可能都要小心就是 他们都很小心 都很紧张 其实他们内心里面都有忧虑 而且另外有一个地方 大家观察到有个新模式 就是盖达组织跟这个伊斯兰国 两个在竞争了 原来是伊斯兰国 甚至变成超过盖达组织了 现在你看到 盖达组织也要开始做很多的 恐怖主义的活动的时候 在争取更多的支持者 这两个恐怖主义的活动 在彼此之间相互竞争中 又有相互的合作 稍后片刻广告回来 看完了国际间的争议 还有呢 在我们台湾 就算半个运动会 也可以引起的争议 是什么呢 马上回来跟钱还是有关 在这个路口总共有四个基地 在上市长专业安全帽 台北市长柯文哲 周日到新北市领口 视察2017世大运选手村工程 在天桥绕了一圈 四个工程基地一个不漏 要看个仔细 我们为了一个餐厅 你知道 要一个选手用的餐厅 结果那餐厅是 盖完以后 12天结束要拆掉 我一听就火大 我说哪有这种设计 我们今天要检讨的是 为了在比赛进行当中 那12天 要用掉的26亿 这个我们在里面 就相当激烈讨厌 选手村建设不服经济效益 柯文哲要求改善 因为选手村按照目前规划 世大运结束后 将转型成国宅出售 双北市如何整合 也是个问题 结束以后 它要被转成国民住宅 我们会跟营建筑 还有新北市 要开个联集会议 到底是要如何移交 给将来的管理单位 所以这个目前一个 在战略上 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就是说 这个是由台北市来盖 盖完以后 交给新北市去营运 可是当中交接的程序 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谈 强调下一步就是要和新北市 洽谈选手村交接 2017世大运 客问者紧盯细节 抓问题 好 申办世界级的运动 要怎么办 要怎么省钱呢 才是最划算 才能够把活动办得好 又便宜 那不管怎么样 现在的情况就是 2017年台北市就是要成为 世界运动会的主办城市 那这个活动一定要办 而且也剩下两年多的时间而已了 那现在呢 炒一堆的这些金钱的必要 我相信呢 炒到2017年都炒不完 但是毕竟接手的市长 就是柯市长 他该怎么办 他生气其实也没有说不对啦 是 那因为2017年有台北市 我们强调一下 是台北市要主办 这个所谓施大运马 但是他的选手村盖在哪里 盖在新北市的林口 那这个地方 其实一直长期以来 就引发很多的争议 因为当时为了盖这个时候 那个12、3公顷的这个土地 砍掉了1200多棵的树 那很多这个户树团体 在这个地方是大声 几乎说为什么要这样子 浪费钱或什么的 那后来呢 也都发现到 当时台北市为了办这个市大运 为了避免在这个经费支出上面 好像明目很大 所以呢 选手村的部分呢 是由内政部的营建署 用一个国宅的这样一个作戒基金呢 去盖了 表面上是要帮新北市 去盖这个所谓的国宅 但是盖好之前呢 先让这个台北市呢 去发包来做 用了12天之后呢 这个地的部分呢 跟这个房产的部分 就移交给新北市政府 这可以算是找到一个合作的方法吗 看起来像是一个合作的方法 对不对 可是呢 国宅跟选手村 毕竟规格是不一样的嘛 选手是一人住一间 国宅总不会一个家庭 一人也弄一间嘛 所以接下来就会有一些改装的费用 柯文哲11号的时候呢 就到这个林口那个地方呢 去视察他整个的那个状况 那去的时候呢 因为他是台北市长的身份 所以营建署的官员 还有新北市的官员 其实也都没有到 那在这里面呢 就提到了说 柯文哲一听到说 哇12天的时间 办完了士大运之后呢 这些东西要移交给台北 在新北市政府之前呢 要先花26亿 把那个东西给拆了 然后包含像之前盖一个餐厅 因为餐厅里面说实话 以前也没有在弄什么选手村的 是因为国际这个 这个所谓的体育方面 他们认为说 应该要大家交流一下 不能各自住各自的 所以就规定说 你要盖一个选手村 结果发现到呢 在12天的赛事里面 台湾会挤进来多少人你知道 200个国家 12000多个选手 那结果呢 他们就要求就是说 你餐厅的规格 最少一次要容纳 3000多个人可以用餐 那现在如果你要移交出去的话 那个餐厅大概用不到 3000多个人的空间 其实还蛮大的 那就是说预算里面 原先编列要拆除 这样子的费用要26亿 柯文哲一听 他就觉得说 你我听这我就会讀了 你知道吗 听到就已经 那这个东西 你也没有移交清楚嘛 那我在想 因为之前台北市是国民党执政 新北市是国民党执政 营建署是国民党执政 所以呢 可能大家都觉得说 这样很方便 所以要交接的部分 可能也都没有弄得很清楚 所以柯文哲一听到的时候 他就觉得说 那你这样子都不清不楚的方式 我怎么交接 26亿的话 要再去拆的话 浪费太多太多的钱 所以他就要求说 是不是要找营建署 还有新北市 台北市的官员 一起来开联席会议 看看这26亿 是不是可以省下来 所以这个就是 也要出现了一个争议的地方 但我们其实要讲说 你要办世界性的一个体育活动呢 我们先不管相关的曝光收益等等 本来就是很花钱的 所以呢你要嘛就不要办 但你既然要办的话 又要不花钱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刚刚就讲到 几万个上万个代表团工作人员 每天都要吃饭 所以的确是需要花了一笔钱 去盖这个预算 所以是不是要探讨 就是说当然能省的 当然还是要想办法省 但是这些该花的 似乎也避免不了 对没有错 事实上柯文哲不能说他不对 但是呢可能还要再进一步 进行评估跟规划了 那为市民省钱把更多的钱 用在更需要的地方 这我赞成 那么事实上呢 在这个等于说 世大运台北市主办的 这个过程当中 确实有些地方会起人疑斗 比如说有些钱 到底该不该花 那这个柯文哲 单单看到了这个比赛12天 花26亿啊 你知道吗 单单行销 对单单行销 好像就编了十几亿啊 12亿左右 行销就要12亿了 那么事实上呢 这个柯文哲现在有意见的部分呢 特别是在两个部分 一个是餐厅的部分 12天过完了以后呢 这个餐厅要拆掉 那多浪费啊 如果是盖一个实体 的确是蛮浪费的 其实是 如果你真的盖一个实体 那么其实在之前呢 好龙兵当市长的时候呢 有很多的议员呢 包括民进党的议员呢 都有咨询过 如果你盖个这么大的一个餐厅 因为这个餐厅至少要有3500个人 到4000个人可以同时用餐 然后早晚三餐加宵夜 然后每一餐至少要80种以上的菜色哦 24小时开火对不对哦 那么你盖了这样一个 等于说固定的实体的建筑物 那我问你嘛 12天过后 世代运结束这餐厅怎么办 对 那所以呢 事实上在现在国际上面的 很多的方法呢 包括奥运呢 雅运呢等等 他们用什么方法 用租的 租帐篷 当然租帐篷 就是在国际上面 有专门的这个 等于说机构呢 他们在租人家这种大型的帐篷 用大型的帐篷呢 来应付这12天的赛事 那就不是实体就比较划算啊 比较划算 但是问题是他12天过后还是要拆掉 那整个组装 然后进行 然后拆掉还是要花一笔钱嘛 那就要看科文哲 他现在对这个的概念 跟你用实体 因为你如果用实体的话呢 在大型的比赛 国际赛事里面呢 是非常划不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那么大盖好了以后呢 再来就变蚊子官 真的没有用啊 你不可能有一个 什么平常没事做 一个可以容纳 三四千个人的大餐厅 平常你要做什么 你连改装都很难改装 那么所以呢在国际上是用租的 那事实上呢 另外一个部分呢 除了帐篷餐厅之外呢 另外部分是有选手村的部分 那现在选手村就盖在林口嘛 对不对 那事实上呢 土地的取得跟这个兴建的费用 是内政部的营建署啊 他们出资规划用的就对了 主办单位是台北市 然后土地所在的地方是新北市 那预计这个选手村呢 12天结束了以后呢 要改装 大概有五千多个 这个等于说五千多户可以弄出来 做国宅跟做所谓的社会合一住宅等等 那新北市分到了1800户 那台北市分的还是比较多 那柯文哲当然会认为说 那现在都还没有去谈清楚 事实上柯文哲的坚持是对了 我们大家先坐下来 把事情谈得清清楚楚嘛 几百户几百户几百户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我告诉各位 国际的性的这个大赛事啊 不管是俄罗斯也好 不管是这个北京也好 我花了好多好多的钱 最后风光了一阵子以后呢 那再来如果你没有再继续接办的话呢 这些都可惜了 你放在那个地方养蚊子 花那么多名子名高 所以呢到后来啊 有些选手村的部分呢 有些赛事人家会用一种方式 比如说伦敦奥运 伦敦奥运 他就把2800多户的这个选手村 后来就把它改装成 类似那个我们的国民住宅这样卖出去 然后仁川亚运更直接了 仁川亚运还没有进行这个比赛之前呢 就已经先卖出去了 2200户全部抢购一空啊 你知道吗 那他的标准就很简单 就是三个房间 一个卫浴洗手间的设备 那价格当然比较低廉嘛 所以这种状况下呢 老百姓认为说 这个划算我就把它抢光了 那你想想看 你花了这么多 花了17亿美金盖的这个选手村 你的比赛还没进行 你就已经回本了 那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来抢嘛 我其实也是把它合起来 对没有说 可是人家事先都已经规划好 分配好怎么进行 包括所有的一切 人家都弄好了 那我们现在呢 眼看着2017年 可能会马上转眼就到了嘛 那你现在柯永泽坚持是说 我们应该台北市新北市跟中央 坐下来谈嘛 以后这些要怎么处理怎么分配 然后包括餐厅 好餐厅如果你说 比如说现在用租的 虽然用盖的话太浪费 用租的话你要认为说租的拆掉 又没有不合情理就改成绿地 不合情理对不对浪费钱 那你就要想出一个替代方案 又可以符合国际的标准 然后呢又可以符合不浪费省钱的标准 所以呢在这种状况下呢 三方都应该坐下来谈 所以呢这说要是这个这年头有争议的事件 何其的多不要说台湾了 美国人现在也有有什么呢 我们常常讲说 美国其实呢常常开玩笑脱口秀 常常在开玩笑 大家喜欢开玩笑很好笑对不对 有一个玩笑千万不能开 那就是跟飞机有关的一个玩笑 结果呢在美国就有这样的一个事件 莫名其妙飞机上面被画了两个图案 这样子的情况是绝对不允许的 引起了轩然大波啊 这几事件造成13名空服员然后被解职了 解职被解职 为什么被解职得开除了 为什么呢 因为去年7月14号的时候 一驾半斤要冲 那个旧军车要飞往香港 那本来上面载了300位的那个乘客 结果在起飞前的时候 因为发现到一个情况 就是这个飞机尾巴下面有没有 有两个很奇怪的那个笑脸 怎么就不配人家这样子画这么大的图啊 对这边发觉脸看起来 你要说他可爱也不可爱 但是有点诡异了 另外最诡异的在于就是说 后面他还写了英文字 拜拜两个字 还写了再见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 就他被发现到之后呢 那个一开始的时候 当然机长会先知道嘛 机长就说那好吧 你先检查过 你怕他说上面到底是有什么问题 结果呢 机长检查完之后呢 那当然没有做一个很详细的 把所有的虚拟运营下来做一个 更进步的检查 可是呢这上面的一个13位的 那个所谓的空服员有没有 拒绝有没有 为什么 跟着飞机起飞 为什么 那怕就是说其实这是一个讯号 因为当时的时候是那个什么 马航有没有 失踪 MH370有没有 失踪事件发生后没多久的事情 因为这个样子的话 这13名的空服员就讲说 我今天不跟你飞 人家写了个拜拜 就是有那种 以为是这个要干嘛的意思嘛 对 那后来之后 这个当然就产生了争议嘛 那产生争议之后呢 结果 所以那些空服员就不飞了 这部飞机上面只有机长肯飞 对啊 因为有机长也不能飞啊 真的不行啊 因为飞安规定来讲的话 里面不能只有所谓的机长 因为所谓的机组员的话 包括空服员在内 那因为这个样子就产生了争议了 产生争议之后 那最近的话他们这个航空公司有没有 连航空员都做出了裁定了 就像你刚刚说了 把他们给飞了 全部把他们给飞掉了 那当然就按照 航空公司的立场上来看的话 他认为就是说 我之前机长有反映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有做过这个后部的一些检查了 已经有全飞机检查过了 其实也没有全飞机检查 因为当时只有尾巴这个部分 做了一个安检的一个动作 这样会不会不够啊 当然这个空服员认为是说 这样是不够的啊 因为按照正常程序来讲 大概我们知道 只要大概有一个人在他们喊说 我有炸弹的话 通常是把所有的人全部请下来 把所有的那个什么 那个飞机检查一遍之外 还要把所有的行李 重新再过一下 那个死狂再看一遍 那当然就13个人就讲说 我们其实有没有这个有相当顾虑 那不管怎么来讲的话 反正就是被开除 但问题是谁画的了 这个也不可能一般小孩 在爬那么高 一定要有那专业的器材跟设备 你才可能爬那么高画 而且如果今天 而且都没有人知道 其实有两个人可以画 有两类人可以画 有两类人可以画 一个是什么 在飞机起飞前的地勤人员 因为地勤人员的话 在起飞前 他做所有的最后的 外观的检视安检 这个部分有可能 那这一定查得出来啊 那不一定喔 还有包括什么 那飞机有没有 他今天送进场的时候 做这个所谓的 保工维修的时候 有没有 其实也有可能 有人觉得无聊 他画这么大一个 这屁股画这么大一个 这个在国外来讲的话 那是很严重的问题 跟飞机有关的玩笑 真的是不可以乱开 如果特别是你在飞机在飞的时候 我们前一阵子 也常常讨论过 许多这种游客 在飞机上面 一些比较不文明的行为 像是呢 你自己高高兴兴 或者是不开心啊 就想要去把那个舱门给打开 这个是绝对要严格被禁止的一件事 而且要告诉大家 现在呢 在中国搭飞机的话 你如果有这种不文明的行为 你要小心啊 因为那些空服员 随时都会用电影里面 夜师傅的泳春拳 就一个人把你给撂倒啊 这是真的啊 那这个事情发生在这个中国大陆 那它是东方航空云南有限公司的一架飞机 本来要从打卡飞到这个北京 那中间呢在昆明的时候有先停一下 就是在这个地方停的时候就出了一点问题 你知道吗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飞机要起飞或者是降落 在飞行当中最容易受到的就是天后的影响 所以如果我们听到说当地的气候不好 或者是降落地的气候不好的时候 飞机其实行程都会有一些严认 这是很正常的啊 对 没错 那结果这个飞机呢起飞之后呢 到了昆明这个地方落地 那本来就是说落地的时候 通常旅客因为要等待 有很多数的人都会选择下飞机 这一下飞机之后 发现当地因为有冰雪的这个天气啊 所以你就没办法起飞 没办法起飞 飞机就延误 这延误下去呢 这个旅客其实讲实话 有些人归心事件 我们也要想一下 就不耐烦 他就开始不耐烦 就有些鼓噪 甚至还有人拒绝上飞机 你知道 觉得航空公司可能没有处理得很好 那这个东西本来就已经按捺好了 你知道 他按捺好了之后呢 没有想到要起飞的时候呢 又因为跑道上面了 又有冰雪又存在 结果登机完了 那为了安全他就飞不了 对 那就在开始进行这个除冰的作业 好不然这一弄又弄了两个小时 好不容易通通都准备好了之后呢 飞机要起飞 你知道飞机起飞也不是摸摸就上去了 他还是要经过滑行嘛 结果在滑行的过程中突然 灯亮了 灯亮了 你会发现奇怪灯怎么亮了 你会发现不止这灯亮 还变冷了你知道 舱门被打开来了 哎呦 那我们也不太知道说 这个飞机上面原来的航空小姐 在有没有看到这件事情 起飞的时候都要绑好 对 但是你总看得到门嘛 但不知道为什么 它中断的舱门就这么被打开了 整个打开啊 那一打开你怎么飞呢 当然没办法 所以机长紧急就把飞机开回去 那完蛋 这一问的时候谁开的 乘客开的 这乘客他开门想干嘛 你现在外面上面所看到 他是任意门吗 他以为他开了就到了他的村民 所以你在外面上面所看到 真的就是有人把那门给开了 那乘客可能受过训练 因为我们去也搞不清楚 那个门到底要怎么开 那门真的不能乱开 你都要飞了 开了门像什么话 结果这个飞机一回去之后 那整个机上的旅客 就通通都接收了调查 那后来的状况 大概有二十几个乘客 被调查就是说认为说 在这个古噪世界里面呢 通通都有 那这个是在最近发生的 这样一个状况 时间再往回趁一个两天 在1月8号的时候 那中国大陆呢 有一个叫做 有一个这个航空学校 四川的这个西南航空学校 那这个职业学校 他做了一个什么事你知道 他创造了一个金氏的世界纪录 因为号称 我先讲号称 有2万个学生呢 一起在这个 在同一个时间里面打永春拳 其中在一个校区里面 有一万零七十六个学生 还不只像照片上你看到 这只是一个集中的地方 事实上还有别的地方 还有所以加起来 差不多2万个左右 他们全部集合在一起打永春 而且你看他们穿的 都是统一的衣服你知道 这个学院这么大 而且更厉害的是什么 之前曾经有过三千多个人 打永春 那是哪佛山 佛山是什么地方 你就知道 王师傅的地方 叶师傅也是 叶师傅也是 他们无管打合理 没错 可是你看 重点就是这个 叫西南航空学院 你有没有看到 每个人动作整齐一致 你知道 而且还找了这个 金氏世界纪录大中华区的 这个负责人去做认证 他说 那认真人在那边看说 你看 刚还有马路上面 对不对 认真人他讲说 哇我在电影上是看过叶问 是啊 师傅说一个打十个 你这一万个 这两万多个可以打二十万个 打多少个 好 结果你知道他们这个 练这个拳 大家统一认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找的那个师傅 还是叶问那一派的 真的是 因为很多人都在家 他们真的找到他的船人 好 所以是认真的 是认真的 要让这些相关飞行航空的 这些工作人员练 重点就在 为什么要练这个拳 你知道吗 因为其实机舱里面 我们坐过飞机都知道 飞机里面的空间 其实非常非常狭小 你如果说有歹徒 这个要截击 或者做不理智的行为 如果你有武器有兵器 当然可以在上面 跟他大打出手 问题是空间那么小 你要夯 可能先夯到隔壁 永春拳 因为他不用大开大合 所以你可以在近距离里面 打 就可以把它弄倒了 没有错 所以你看 画面上面 除了我们刚刚讲说 这个航空职业学校 包含空姐 西南航空的空姐 他们每个人也都在学 而且学的有模一样 就是怕说 下次如果再有遇到 这种不理智的乘客的时候 我就可以近距离把你撂倒 所以以后这个空姐 他不是只有会服务客人而已 你要是想对他干什么 他就把你骨头给打断 全中国历史上面 最长寿的一个皇帝是谁 不是别人 就是统治大清帝国 60年的康熙皇帝 那他为什么会可以这么长寿 是不是跟饮食有关呢 最近就有一个研究出来了 其实跟他的吃真的有关 所以就请问邱老师 到底皇帝 特别是乾隆皇帝 吃什么跟别的皇帝有不一样吗 乾隆皇帝活到88岁 这个对于中国过去的男人的寿命来讲的话 这个了不起 现在看可能觉得不稀奇 现在看没什么 以前的医药不发达 对 那个时代里面的话 清代大概平均寿命的话 50到60岁左右 算是正常的男性寿命 所以其实活到88岁的乾隆皇帝的话 了不起他长寿 但是有问题是出到这个地方 这个乾隆皇帝到底怎么养生的 怎么样可以活到88岁 这本书叫做乾隆八旬万寿圣典 这本书 里面 这个是乾隆皇帝80岁的时候 他在办自己的这个生日宴会的时候 的一本这个操作手册 他告诉大家说菜要怎么做 要进行什么仪式 所以跟吃真的有关 跟吃有关系 在这本书里面的话 就提到说乾隆皇帝 这个要怎么样子吃 他的80岁的这个寿宴 那其实呢 里面说穿了讲白了 就六个字而已 基本上的话叫做这个 盛起居解饮食 盛起居解饮食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的起居很好 要这个谨慎一点 因为他绝对不大鱼大肉 就他不要这个 像你想的那个样子 马上大餐 那我们看一下 其实乾隆皇帝的养生 知道的话其实很简单 这个说穿了讲白了 大家都会嘛 对不对 其实大家都会啊 大家都会嘛 这个第一个不吃大鱼大肉 简单来讲低油少盐 这个跟大家印象中 皇帝过的生活 可能有很大的落差 不太一样对不对 而且重点是你吃饱油的话 其实我们讲说 你记得饭后 记得去散步 那散步 真的还蛮养生的 可以让自己的那个 身体运动一下吧 另外的话 晚上的话的话 你就不要这个 太胖了 知道吧 后宫就少去了 不进后宫 在书房里面练书法 那另外的话 满人基本上 在马上得天下 所以他们重视 季色的习惯 简称就是吃清淡一点 然后呢 保持运动 保持清淡的平静 记得不要常去后宫 这样子的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清淡的这个人 吃饭的话 一天没有吃三餐 他们吃两餐而已 晚上不会饿 晚上应该是不会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早上起床时间 大概是清晨三四点左右 就是跟大家想的 都完全不一样 即便是皇帝也是这个样子 太阳都还没有升起来 三四点左右 自己弹起来 干嘛呢 开始运动这样子的 他们运动以后的话 这个吃早饭时间 大家早上六点钟左右 五六点钟 应该的 下午大概是两点钟左右 才吃晚餐 他们没有中餐 他们的晚餐 等于是我们现在概念中的中餐 又比我们中餐 稍微晚一点 大概是下午两点钟左右 然后呢 这个时候才吃饭 另外的话 什么时候睡觉呢 七点钟 就是晚上七点钟 因为天黑了嘛 但是只上船睡觉 没有做其他事情 就上船睡觉 好 那这个就是那一个 他们的这个习惯 那如果说上船睡觉前 如果说稍微一点 这个肚子饿怎么办呢 对啊 因为你只吃两餐 只吃两餐而已嘛 对不对 那他们做法是 再吃点点心 很简单的点心 他们都是一些馒头啦 包子之类的东西 所以跟你想来 完全是不一样了 所以清宫的生活 其实非常非常简单 那我们前段皇帝 是标准的 那个养生之道的 遵守那个人 所以他回到88岁 是这个原因 好 所以这样的皇帝 好像跟吃的上面 或者他养生之道 跟现代人所传授的 似乎有蛮类似 但我们讲说 吃到这种的清代 讲到清代的这种料理呢 大家能够 第一个联想到的 一定就是那个传说中 吃三天都吃不完的 满汉全席 到底满汉全席的由来是什么 真的是有所谓的108道菜吗 其实香港的电影 曾经都有告诉大家 我们就来看看 电影的片段 那什么叫满汉全席 是不是 嗯 满汉全席的菜单呢 一共是108道菜 它分三天三夜 六道院席 是汇集了全国东西南北各地的名菜 可以说是神州的饮食精华了 当年满族人入关 统治汉人 官场上呢 满汉两族尊备有份明真暗道 后来为了解除满汉的不和 清朝的康熙皇帝就借着60岁大寿大白宴席 头一次把满人的菜单和汉人的菜单合编起来 让在座的满汉百官呢同席共参 所以就叫做满汉全席 在辛亥革命之后呢 宫廷的御厨流入了民间 开设了仿善饭庄 所传的后人又因为不和 分成赵派和牛派等几个派别 各自发展了 好所以电影里面是不是已经把满汉全席的由来交代的很清楚了呢 但是邱老师在这边就是要告诉大家 其实呢 这个好像不是事实 对不对 那到底满汉全席是些什么呢 呃 其实我要告诉各位观众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其实呢 我们在习惯上 我们叫做满汉全席 但是事实上 查骗的整个清代史里面 没有这玩意儿 他叫做满汉燕而已 满汉燕 那到底会不会是一样 跟满汉全席 算是不一样东西 那你看什么满汉全席108道菜嘛 对不对 你看是三天三天都吃不完 那另外的话 鱼翅鲍鱼弄出来 还要束束口之类的东西 是 那真的有这回事吗 其实告诉各位 在末年民国出现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的话 由于要反清复明 反清要建立民国这样子 所以 也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就是 激进对于这个 当时的满座人 有点丑化的倾向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一个这个代表 激进奢华的满汉全席 就这样被创造出来了 你就是说是创造出来 对 那其实 所以不是康熙那个位的时候 刚刚电影里面讲的那样子 其实不太一样的 其实不太一样的 当时确实有满汉宴 但是满汉宴的这个想法 原本很简单 因为但是康熙的时代里面 基本上用了满洲官员 也用了汉人的官员 那他们吃饭的时候 你要汉人官员吃满洲菜 或者是要这个 满洲的官员吃汉人菜 这吃不惯嘛 对不对 那康熙是一个这个 信尚很好的皇帝 他想法很简单 那这样好了 那我们就把满洲菜 跟这个满菜 满人的菜 跟这一个所谓的这个 汉人的菜 两个人就种过在一起 给大家一起的 你看你想吃什么都行 这样子的 那这一个就是所谓的 满汉宴的这个来源 它以示所谓的 种族平等的意思 吃这个菜的话 就是白水煮猪肉 白水煮猪肉 整腔的猪 杀了以后的话 整个猪端上来 那他们做法很简单 自己掏刀来 自己切肉 像吃牛排一样 自己切 自己吃 自己切自己吃 满人他们认为 最上等的菜 就像这样的东西 所以其实那一个 所谓的满汉宴 可能跟满汉宴的这个 概念是完全不同的 想法做的结果 那另外的话 讲到这个 什么的清代的人 吃饭的话 其实还有个重点是 其中 请各位一定要 务必记得一件事情 我们在看那个 清宫电影的时候 经常看到说 那一个什么 那个小李子 小张子 小陈子 大家就传善传善 例如说 把那个菜给拿来了 那个传善 什么意思呢 传善两个字 就告诉各位 其实在清代的时候 吃饭其实不定时的 为什么呢 因为皇帝可能是六点钟吃饭 可能五点钟吃饭 可能七点钟吃饭 可能不太一定 那另外的话 下午也是这个样子 可能是十二点要吃 所以随时要准备好 就对了 随时要准备好 所以他随时善传善 是这个意思 那因为也是传善的关系 所以暗示各位 告诉各位重点是 其实清宫菜里面 清代的宫廷里面 不然皇帝吃的菜 大部分都是敦煮菜比较多 你是说比较容易 是不是 还要熬很久 一摁这样子的东西 敦煮菜 就不用那么费心 那样子 就是直接拿去 皇帝很传善 你还在那边切菜 这样子的 都先备料好 马上就加热 所以一摁一摁的 就是加热好这样子 那时候要早点吃火锅 那不是火锅 就是一摁一摁的菜 就是敦菜跟煮菜 特别多这样子的 所以其实 这也是为什么说 其实清宫菜可能跟各位想的 不太一样 它或许不太好吃 所以后来 在清宫清代晚期的时候 有一位皇太妃 他叫景妃 景妃就是真妃的 那个姐妹这样子的 这个景妃 他人长得其实不怎么样 长得不好 长得不太好 那在那边一定很受到冷落 其实不是 大家都好喜欢他 因为看到景妃以后 大家想 哇好吃东西又来了 是这样子 为什么呢 他管吃的就对了 他不是管吃的 这个景妃他加入这个 怎么清宫以后的话 光绪的妃子嘛 对不对 他为什么能够受宠呢 受宠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做的一手好菜 那妃子为什么做菜 很简单 厨房的大锅菜 他们不爱吃 所以他们这样 景妃就这么做一些 精致的小菜 送到那个各地去 给这个大家吃这样子的 那另外的话 情况当中 还有另外一个规矩 是什么知道吗 其实当皇帝还蛮衰的 为什么呢 第一个 他吃不到像荔枝这样的食物 也吃不到像笋子 这样的食物 因为荔枝也好 或笋子这样的东西的话 全部都是季节性食物 你在今年夏天 给皇帝吃了荔枝 然后万一 皇帝在二月的时候 想要吃荔枝 那你怎么办 你就完蛋了 你生不出来嘛 对不对 那另外一个的话 吃笋子也是一样 皇帝有没有吃过笋子 有 可是他绝对没有吃过仙竹笋 他只吃过笋干而已 为什么呢 因为也是一样 你夏天拿了仙竹笋 给皇帝吃了 万一他吃了喜欢的话 他冬天跟你要的话 而且他不听你解释了 就对了 对啊 你怎么可以告诉皇帝说 起座陛下 这个笋子长不出来 他跟你讲的话 你给我生也要给我生出来 不是吗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说 清空饮食的想法 可是情况 可能跟我们想的是 完完全全 是天差地缘的两码的事 所以是不是又告诉了大家 很多新的历史的一个概念 但今天有讲到说 刚刚乾隆皇帝 是最长寿的皇帝 对不对 刚刚好历史上的今天 盛竹如说新闻 要告诉大家看到的是 最短命的皇帝 也是清朝的皇帝 一起看看 历史上的今天 1875年1月12日 清朝受命最短的皇帝 同志皇帝去世 年仅19岁而已 同志皇帝名叫宰淳 是咸丰皇帝的长子 同时也是慈禧太后的亲生儿子 不过由于他五岁就即位 所以并没有实权 所有的政务都交由慈禧太后来管理 一直到他18岁成年才开始清理朝政 而同志皇帝在位的十几年 满清对内平定了太平天国之乱 对外也还没有碰上列强的侵略 是国家政治上比较和谐的时间 所以即便同志皇帝没有实权 仍旧在后世得到了同志中心的赞许 而他掌握实权后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因病去世 当时19岁的年纪就驾崩 让他的死因成了后世争论不休的传说 如果根据正史的记载 同志皇帝是得到天花而死 但在民间野史所流传最广的说法 同志皇帝则是死于梅毒之症 因为相传 同志皇帝年纪轻轻 却贪重于女色 时常为福私行到民间 寻花问柳 最后才染上性病 全身溃烂而死 这是后代史学家几乎已经认定的说法 就连当年的寓依以李德利的曾孙 都曾撰文建称家族曾口传密文证实 同志皇帝是感染梅毒 但在慈禧的强迫下 对外宣布是得了天花之志 所谓同志朝代 也就是慈禧与慈安共同治理朝政 我这儿有一本书 上面有一张同志皇帝的画像 因为同志皇帝生前从来没有留下任何照片 挑战新闻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中东的杜拜是这个地表上全世界非常有钱的一个城市之一 这里不但有全世界最高的楼哈里巴塔 还有满街人人都开得起都是名贵的轿车 还有超级跑车 现在他们能够有钱到什么样的地步呢 更上一层楼 连一般民众要做的大众运输系统 也可以走到超跑的路线 有多夸张呢笑诚哥 你有没有发觉到有钱真好 有钱真的好 而且人家不是有钱之好而且还要更好 好到什么程度 还可以要更好啊 好到人家坐个巴士有沒有 那大众运输工具都跟人家不太一样 你是说公车就是啊 巴士公车 公车 对你有没有发觉 这一台的公车跟人家长得不太一样 像那个蝙蝠车一样 这是人家的公车 跟个子弹一样跟个飞弹一样 对我跟你讲这公车有没有 它厉害的地方在哪里 在哪里 第一个它整个车子是请那个什么 BMW之前的一级方程式的那个 首席动力工程师有没有 做个打造设计的 请那种超级专家来这个研究 而且另外一个它里面整个结构 除了碳纤维之外还是铝合金 超轻便 还有它全长15公尺 宽2.5公尺高1.65公尺 这么样子的一个设计 它的时速可以到250公里到300公里 等一下 坐一台公车开到250公里 这一台有需要 咱们的公车做得好 在里面做喷射计 那上面如果都是那种 拿那种爱心票价65岁以上 老先生老伯伯怎么办 照样嘛 没有关系啊 人家打开人家欧易式的 这样子的一个车门设计 有没有 在里面是做沙发的 绑上安全带 你会发觉有没有 超舒适 但是问题是一般的路要怎么跑啊 这个就人家厉害了 我给你讲 这厉害在哪里呢 人家为了让这台公车 它能够顺路的上路 然后会发生很多奇怪的意外事故 人家从那个什么杜拜到阿波达比 这个地方有没有 成长140公里 设了一个高速专用公车道 那不就跟我们台中的那个道一样 差不多是那个意思 或者公车专 简称公车专用道嘛 对啊 就是刚被拆掉的那个嘛 是嘛 拆到那个 对 你想 你想你看它可以飙到250公里 人家140公里 这样子的这个距离 你知道它几分钟就可以到吗 半小时就飞到了 不是有问题啊 那如果半路那老伯要下车 他按了个零之后 他下车已经过站20公里 那过站20公里 那你就想办法摊出去就好啦 你确定这个公车这样可以做吗 人家人家现在已经运到杜拜了 好不好 装上飞机运到杜拜去咯 那你这样会不会觉得 我们应该也来一下 其实我是觉得 他这个 这个杜拜来讲 就是不用了 因为杜拜的计程车是不行 就是说 那边有车道已经靠杯了 人家怎么会